最近在黑龙江伯利县有一个小猪胆 因为长了两个脑袋而出名了 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这头小猪身长20公分 粉嘟嘟的身体看上去没什么特别 可让人称奇的是 它竟然长着两个脑袋 四只眼睛 两张嘴 三只耳朵也清晰可见 这头母猪共生了13只猪宝宝 其他的小猪都非常正常 唯独这只小猪长相奇特 长得还不小 就是两个脑袋 反正不能活了这样 诗连伟说 这头小猪刚出生时 左边的嘴还能吃奶 右边的嘴也跟着要一起动 可现在这头小猪的身体 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 据了解 这种双头的动物 通常被称作双面鸡胎 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 可能是基因突变 也有可能是胚胎形成过程中 出现的差错 这是大千世界 无权不有啊